是 方位好 部長好 您接任那個位置的時候 跟前任的部長有沒有交接 工作的交接 有啊 當然有進行交接 因為其他的部位首長 有人公開表達沒有交接 所以我想先確認 這樣我們直接就進入正題 我想國防部空子部 30億 復興隱區 興建的時候 發生了讓人痛心啊 貪腐的弊案 有個高階的將領收賄2800萬 現在一審已經中判了12年 那上一任啊 在部長的時候 我有請教部長說 因為這個公開營區的弊案啊 他直接牽涉到的說 這一位負責的少將 他在一場關鍵的會議當中 他去更改了整個招標的規格 那減少失作了很多的評數 也減少失作了很多的項目 那其中一個啊 關鍵的會議啊 是在4月24號的時候 因為我看了國防部啊 的行政調查報告 包括舊版跟新版 新版是起訴以後的調查報告 其實你們後來提供 我又在拜讀 其實跟起訴前的調查報告啊 基本上 實質上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那我在新版的調查報告的時候 我一樣沒有看到說 為什麼在4月24號啊 的關鍵會議啊 沒有會議紀錄 上一次尋答的時候 回答的 幫部長回答的 我們國防部啊 都同仁說 這樣沒有會議紀錄啊 是不正常的事情 那針對這件事情 我想要理解說 部內後來有沒有在檢討 這麼重要的會議 竟然去修改了招標規格 為什麼沒有會議紀錄 來 請部長 我出錢的了解 等一下再請法律事務做 因為我出 之前就有相關了解 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 確實有舒適的地方 因為他好像原來在軍備局 後來轉換另外一個 他從空軍到軍備局 從空軍到軍備局 在這個地方 其實是不應該由他一個人 來單獨做這樣的決定 這個是我了解的 一個不應該的地方 這樣子 我現在跟部長還有那個 接下來的 您是 司長嘛 對不對 我先跟你交換一下概念 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相信 國人很痛心 沒有人可以認受 我們在討論這些事情 其實取決於兩個 第一個事情是責任的追究 該追究的責任要追究 但追究責任不僅僅是追究責任 我們要預防 未來不會再發生 所以我現在具體的問題是說 我們現在大家確認了 剛剛部長也說了 這個是一個書詞 那未來 我們在有關於採購 的這個SOP上面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去建立一個 最基本的規範 如果牽涉到招標規格的修改 要有文字紀錄 要有人負責 部長或司長贊不贊成 是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發生了之後 我記得我們後續的檢討 還有 軍備局現在有的一些 相關的規例裡面 對於這個部分已經有更改 如果說一定程度的 沒有關係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會後 把你們法規怎麼更改的 好 更改前的法規 更改後的法規 送一份給我 這樣可以嗎 好 可以嗎 好 第二個 統包需求的修訂 軍備局可以管嗎 警部長 要請司長代答我也OK啦 統包需求的修訂 是軍備局可以管的嗎 因為這個牽涉到層層的環節 30億公館贏去的案子 要給空子部 我們大家都支持啊 但發生這麼嚴重的貪賭案件 我們一定要去檢討行政流程 到底出了哪裡的問題 讓不孝的人 可以上下其手嘛 所以剛剛說以後 這種修改規格的 必須要有會議紀錄 這個我認同 但是規範在哪裡 要寫清楚 那第二個 統包需求修訂 是軍備局可以管的嗎 要部長還是司長都可以 我跟委員報告 他的整個作業流程 因為我不是管工程的 我沒有記得這麼清楚 沒關係 主席站起來 你會後跟我講 好 可以嗎 我事實上跟你們講啦 你們自己的調查報告 白紙黑字就寫 這不是軍備局可以管的啦 對 好像是要報工程 這不是軍備局可以管的啦 你們怎麼對自己的調查報告 比我還不熟 最後一件事情 我只花30秒 我要特別拜託部長 一件事情 因為過去兩個禮拜 有一個畫面 讓我看得很心酸 其實我認識他 但是我看他每天 在那邊吹風淋雨 在立法院外面 我看的心裡滿難過的 就蔡學良的媽媽 我不曉得部長今天來的時候 是不是有看到蔡媽媽 並不是因為沒有再審的事由 而是超過了那個再審的期間 部長您過去曾經講過 面對過去的冤案 我們應該要翻箱倒櫃的追問 這個精神我非常的認同 我們在面對軍煙的時候 特別是傷心欲絕的佳倫的時候 我們政府其實真的有責任 將心比心 給對方一個真相 一個公道 所以我最後的肯求是這個樣子 我不知道國防部有沒有收到 蔡媽媽的陳情 國防部可不可以慎重的在考慮 重啟一次行政調查 把最近法醫研究所 他們所說出來的鑑定的報告 納入你們重啟行政調查的範圍當中 最起碼告慰家屬 給家屬一個真相跟交代 部長這樣可以嗎 跟委員報 因為這個案子之前 我就有了解 那我的了解是 平淵協會那一邊 已經幫他窮盡了所有相關司法的程序 所以光不即使再次重啟行政調查 是不是能夠讓他在司法究極上 能夠有所得 我想在法律上 這兩個部分嘛 司法究極的途徑 我相信顧部長之前是個大律師 我們都很了解訴訟法相關的規定 但我現在在跳脫的已經不是司法究極程序 是他現在卡在心中的那個真相 他兒子到底怎麼走的 那法醫研究所出來驗出來的 跟當初的結果不一致 就這個部分 國防部願意再重啟調查 給這位傷心欲絕的媽媽一個基本的交代嗎 好 因為司法的調查 據我的了解已經把所有相關的證人都找去了 我們如果要再重啟行政調查 這可能那個 權限的範圍是相當有限的 是 但是我覺得啊 你們最起碼把他心中卡的這個疑點 因為他現在提出來的鑑定報告 就不是那個行的步槍所導致的嗎 黃委員 這個我想雙方立場表達清楚了 我建議國防部研議一下 畢竟是一個跑者的性命 一個媽媽的擔憂 是不是可以慎重考 因為我每天上班都看到蔡媽媽在立法院門口 我看的心裡很難過了 好 謝謝 部長這樣可以嗎 是 其實上禮拜好像是有找過他了 上禮拜我們有碰過面 國防部有主動找他們嘛 對 好 那是不是相關情形在跟黃委進行溝通 謝謝 其實不用跟我溝通啦 跟蔡媽媽溝通 讓蔡媽媽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持續來跟他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黃國昌委員